欢迎来到月亮说,今年1月火了高启强,2月张新成李兰迪的角色小火,3月无垒带着周宇童话题飙升,4月的罗云熙与白鹿罢评,那么5月哪位演员的人气及讨论度最高呢? 以下就是5月演员角色指数榜TOP10,护心的周野,几乎本月垫底,热度频频的云香传陈晓却依旧能上榜,而后浪一开播,赵露丝就直冲第二,冠军的人气却居高不下,一起来看看吧! 5月演员角色指数榜TOP10,王子齐饰演《你给我的喜欢》里的新奇 谁说敏慧的孩子没有父亲呢?她的父亲就是我 新总 这部剧真的是土味浪漫啊 把小说里的情节演绎得特别真实 剧中的王子齐大家还认得出吗?她之前演过一部黑马古装剧《御刺小舞座》 如今她的新作品《你给我的喜欢》也收到了不少好评 尽管该剧的情节套路并不新鲜 包括霸总、白月光、替身以及误会带球跑的这些俗套 但王子齐和王玉文的CP感还是挺强的 王子齐所饰演的霸总一点也不油腻 这让这部剧直接在众多古装剧中脱颖而出 即使与云相转、护心等强荡古装剧竞争 该剧的网播量成绩也仍然不错 王子齐在该中饰演辛齐 她是一个直言不讳的霸道总裁 由于天生患有心脏病 被父母遗弃 后被附加子弟收养 这使她非常渴望为儿子打造一个完整的家庭 她既高冷又傲娇 与女主敏慧重逢后 一方面想要得到她的关注 另一方面却又不断推开她 当她真的离开时 又感到很不满 而且与许多霸道总裁不同的是 辛齐并不会无理取闹 反而傲娇可爱 尊重女主 剧中显得非常小清新 五月演员角色指数榜Top9 周也饰演护心里的宴慧 这次周也的演技没有被骂 小编也真替她开心呀 自从周也在山河令小爆红后 几乎每演一部都会被吐槽演技差 面部五官乱飞 然而这次在护心中 周也的演技明显被广大网友称赞有所进步 没有像以前那样令人担忧了 此外周也的古装造型也的确很出色 护心中的每一个场景都非常漂亮 而目前护心的整体评价也都不错 剧情没有太大的瑕疵和漏洞 周也和侯明浩的配合也蛮默契的 只可惜这部剧的热度却没有达到预期 在护心中周也扮演了明艳动人的少女宴慧 她刚出师门就陷入了千年妖龙天药的陷阱 心中带着低房不得不和天药一起踏上征程 护心是由九路飞香的小说改编而来 这位作者笔下的女主都十分出色 宴慧也不例外 她机智活泼 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不相信妖恶人善的绝对论 性格豁达可爱 最重要周也这次的演绎 确实让观众十分喜爱 五月演员角色指数榜Top8 罗依周饰演后浪里的人天真 这部后浪的热度 大部分也都是女主赵露丝的引流 一开播热度就迅速飙升 作为00后的罗依周 也因此吃到了这波红利 原本罗依周是选秀节目 青春有你三的选手 今年也是想将自己从偶像转型演员 而这部后浪 就是罗依周首次担任主演的剧 能够直接与赵露丝搭档 运气也真是够好的呀 肯定会引起很多00后新生代的羡慕呢 在这部后浪中 罗依周饰演了一位在中医世家 长大的任天真 她是一个规矩严谨的禁欲戏学霸 也是中医般的班草 她与女主孙头头是欢喜冤家 虽然任天真这个角色热度挺高 但该剧评价两极 主要是因为剧本有点拉垮 很多细节无法深入挖掘 而两位主角都是成长型角色 在前期有着很多不成熟的行为 被观众认为塑造得不够讨喜 但尽管如此 该剧的热度仍然不俗 五月演员角色指数榜Top7 侯明浩饰演护心里的天药 其实这位侯明浩 是与吴磊王鹤弟一样 是九五后的小生 他之前出演过 《人不飙汉王少年》 《启航当风启使》等高口悲剧 虽然没有太高的流量 但在九五后演员中的演技 算是不错的一位 这次在护心里 他的表现依旧获得了好评 古装扮相好看 人设也很讨喜 可惜的是 护心的热度并不高 侯明浩这次饰演了一支 千年玲珑天药 他的遭遇也是相当惨烈 在大婚当日被背叛 然而他的龙骨 龙脚 以及龙心 龙筋还有龙魂 都被封印在了南北大江之间 虽然后来他有幸逃出 但却只能忍辱负重地活下去 不过天药仍然保持着慈悲善良 是非分明的品性 尽管曾经被欺骗和背叛 却也不会因此而愤世嫉俗 这只大龙真的非常讨人喜欢 小编也是爱极了呢 五月演员角色指数榜 Top6 陈晓饰演云香传里的云香 陈晓的资源可真够好的呀 一个上半年就播了陈锋十三载 《人生之路》和《云香传》 这三部的题材各不同哦 而且还都获得了高评价 你就说陈晓牛不牛吧 《云香传》是陈晓继梦华录后的又一部古装剧 难不成陈晓真的是古装剧的天选之人吗 他在古装扮相方面倒是从未让人失望过 在这部《云香传》中 陈晓饰演的云香公子并不会武功 而是靠着对人心的洞察力行走江湖 他是一位风度翩翩 胸怀天下的公子 而且浑身谋略 总是让人摸不透他三分真七分假的性格 当你以为他有情时 其实他在算人心 当你认为公子相无心时 他却又表现出情深意重 很多观众追《云香传》都感叹陈晓的颜值太高 仿佛就是古话里走出来的 而且陈晓将《云香》这个角色 把控得非常到位 既带着一点漫不经心 又有着胸怀大意的气质 都被他给演绎出来了 五月演员角色指数榜TALK5 宋倩饰演温暖的甜蜜的李的南飞 就因为一个传闻 我就要出来解释 公开自己的隐私 看看一个人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宋倩也是有不少的高分剧 目前她的戏录 已确立为三十岁都市青熟女 这次她这部温暖的甜蜜的也是如此 该剧同样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其情节有点像三十而已 同样强调了女性的自立自强和相互合作 该剧节奏快 虽然有点狗血 但整体剧本质量过关 剧中宋倩饰演了留学归来的整容医生南飞 她出身医学世家 能力很出众 但却在工作上遭遇了职场霸凌 感情上又遇到了渣男 然而南飞潇洒果敢 在关键时刻 能够为自己争取权益 果断断绝了不适合的工作和男人 她这个人设 小编也是非常的佩服 五月演员角色指数榜Top4 白鹿饰演长月尽名里的黎苏苏 大家觉得她一人分饰三角 演绎得怎么样呢 白鹿在新生代女演员中 是很备受认可的 尤其在古装扮相上特别出色 许多网友因当时的周生如故 而对她的演技刮目相看 而这次的长月尽名 热度不用多说 但虽然该剧备受瞩目 评价却是严重的两极分化 自开播以来 网友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些观众认为 白鹿不太适合 天真单纯又活泼的角色 更适合像周生如故中 那种温婉而又虐心的 不得不说 这部长月尽名的话题度确实高 几乎整个4月和5月上旬 都占据了焦点 很少再有能达到 这个热度层级的古装了 5月演员角色指数榜 Top3 王鹤蒂饰演战火中的青春里的成家树 王鹤蒂也是蛮厉害的 爆红后的她 在过去一年内上当了很多部新作 不过质量和评分都不算太高 但凭借着王鹤蒂的演技和人气 都获得了很高的热度 这次参演的战火中的青春 是一部民国剧 虽然周也饰演女主 但整个剧集大多数话题 都围绕在王鹤蒂的身上 不得不承认 王鹤蒂在战火中的青春中的民国造型 真的很帅 他饰演的程家树 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本来是京城富家玩裤子弟 为了追求爱情 加入了联大 程家树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翩翩少年 小编认为 王鹤蒂非常适合这类角色 他也成功地展现了程家树的少年意气 演技自然流畅 人物形象非常有魅力 一起为王鹤蒂点的赞吧 五月演员角色指数榜 Top2 赵露丝饰演后浪里的孙头头 这部后浪一开播 小编才发现 如今的赵露丝 绝对能算成顶流了 开播直接角色榜第二名 这也只是刚开播不久哦 就引起了这么高的讨论度 必须承认的是 赵露丝顶流之路的计划 还是相当完美的 先计划凭借传闻中的陈千千 展露头角 在与吴磊演古偶剧 《星汉灿烂爆红》后 就已经站稳了该圈地位 然而再开始尝试 拓宽自己的戏路 这是有资本高手在背后 给他打着如意算盘吗 这次在后浪中 他将《中医》作为主题 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尝试 尽管目前剧评不太好 网友主要在批评剧本差 剧情降至 也有人批评赵露丝的演技太浮夸 演什么都像在演自己 但不可否认的是 该剧的热度就是赵露丝引来的 才让后浪获得如此高的热度 赵露丝在该剧中饰演的孙头头 他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因为一次打抱不平 意外惹上麻烦 幸好中医药大学教授人心症 及时帮助了他 并发现了他的身世 于是决定带他加入中医传承班 帮助他重启人生 孙头头是个鬼灵精怪的叛逆少女 虽然答应学习 但他并不是很听话 而且常常与人心症的儿子任天真 彼此看不顺眼 虽然赵露丝的演绎 确实稍显夸张了些 但依旧让观众很讨喜 不是吗 五月演员角色指数榜 Top1 罗云熙饰演《长月静明》里的谭太进 没错 《长月静明》的谭太进 再次成为了冠军 这部剧虽然评价也就那样 但热度肯定能称得上本年度前三的呀 大部分的讨论话题度都基本集中在罗云熙上 而且甚至带动了罗云熙之前主演的《香蜜》中 润遇这个角色也重新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对于谭太进这个角色 有人很喜欢 有人厌恶 还有人无感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热度确实很高 很多话题度也是他引来来的 而谭太进的人设和《苍蓝绝》中的东方青苍也有些类似 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大魔王 不同的是 他原本是一个命运悲惨的角色 这一点就让人设很有感染力 尽管角色的身材状态受到批评 但罗云熙的演技依然很出色 眼高冷也不会面谈 同时还夹杂着很多小细节 尤其是眼神戏 看的小编 我入迷了很久呀 好啦小伙伴们 以上就是近期热播剧的十个最受欢迎角色 你最认可哪个演员的演技呢